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就是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可以当一个女人 因为我真的觉得女人的一生是非常精彩 可以经历过很多很丰富不一样的人生 像你看从青春期的变化 然后一直到结婚生小孩 身体上心理上角色上 我们一生都有非常多的角色要扮演 以及生理心理的变化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运用自己女人的魅力 和我们的能力的话 我觉得有点浪费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在我们身上好好掌握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情绪管理专家 同时也是国际演说家 同时也是台湾的好婆婆 同时也是沟通专家 一起来欢迎吴娟宇老师 谢谢 佩珍 非常感恩 把我讲那么多好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说我觉得 你就是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 你都会觉得说 你真的扮演得非常好 可是这就是我的盲点 也很多人类似我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做女人 我要把每个角色都做好 可是实在是不容易 然后做不好又怪自己 又怪别人 这样反而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探讨一下 如果说人生要海阔天空 要快乐 怎么样做自己 又不会做得让人家觉得 你太自私自利等等 对 做自己要好自在之外 别人也好舒服 好快乐 而且这本书就是我在书店 我看到我一定会买的 就是用女人的方式赢一生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 当一个女生 其实我们有的能力很多 多 非常的多 对 那我们可以以柔克刚 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角色 可以扮演 就是像一个演员一样 我们可以这么多的 不同的尝试 没错 你知道 有些女性朋友 我就发现 她会用男人的方式 去赢她的一生 然后想尽办法 那个好像要踩在人家头上 要出来或者什么的 结果不快乐 不是她自己 因为她发现 我用尽了男人角度的世界 的观点 在看我的人生 结果一切都不对了 我自己也有过那个过程 也会 所以有感同身受 赶快调整 对啊 不要当一个孤单的女强人 对 就是不要再用爸爸要求我怎么样 然后或者是我的兄弟 他们要求我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老公要求我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儿子希望我怎么样 都不要再要 而是用自己 一个女人身为一个女人 她怎么样自在做自己 所以你会当初会写这本书 就是因为觉得说身边有非常多的女生朋友 真的给自己压力很大 对 她在婆媳关系 在夫妻关系 在亲子关系 在工作上的职场女性的关系 还有做自己的关系 总是抓不到平衡 很矛盾 不知道应该怎么拿捏才好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建议说 有的是快 有的是慢 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要做拿捏 比如说孩子如果比较小 我自己给自己的规划就是 不要在职场角色冲太快 你冲太快 讲快弄破碗 回过头来 这边没处理好 所以我是就循序渐进 一直在拿捏拿捏 那夫妻的关系也一样 当初我也是认为说 女儿没关系 你是你 我是我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做我的事 可是后来发现也不对 因为社会会会有一个角色在看你 就是如果你没有夫妻关系好 你所赢到的人家都会觉得 这个女人还是不够 所以后来我也放慢这个脚步 去跟老公协调关系 慢慢慢慢就 他肯定我 我肯定你 然后再把这个家经营起来 然后自己要冲的 那个事业的感觉 就平稳了 对 我觉得我这个 我真的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我们都是身处在职场的女性 然后身兼素质 对 但很多人就会很怕不能兼顾 所以你就是说用女人的方式 来赢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赢到的都是自己的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 用女人的方式 因为有一些女人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里面 她都会说 都是你们男人害我的 但是我写这本书 就讲出一个关键点 就是女人以自己为责任者 来看待人生吧 没错 就是说 女人不能再怪罪别人 也不可以再找借口 这人生怎么做 怎么过 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这是一本支持女人 全方位的成长的书 意思的说 比如说要做就不要怨 要怨那你就不要做 不能说是因为你们要我做 我只好做 所以在这个职场的关系 家庭关系 在自己成长 各方面关系都要去拿捏 因为刚刚吴俊宇老师 也自己有讲 就是说他自己也是 用他亲身经历换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精辟的论点 所以你20岁到40岁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 因为书里面这样讲 我觉得你自己觉得 你20岁到40岁的时候 你没有用一个女人的方式 比较没有 我怎么讲你知道吗 在20多岁的时候 我是哭哭啼啼的女人 你想不到 因为那种依赖感很重的那种 对 那因为我都是 怎么讲 就是认为老公就是我的天 他说什么我都认为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我又迷惑 是对吗 是错吗 就会有这种迷惑 而且我也开始在成长 但是他在那个阶段 我的老公他就 一人独大 对不对 然后讲什么话都 就no no no这样 然后我就 就躲着哭很难过 一直没有办法自我肯定 所以我在那个阶段是自我矮化 所以如果你看我那个时期的照片 好像看起来年轻貌美 可是心里面那个脸色之间有点忧愁 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过什么人生 那说是没有自信的 没有自我 我说的自我不是就是 就恰恰那种自我 就是说没有活出自己的感觉 你有感受到 然后到了三十多岁 如果去看我的照片 就开始一股强势的力量爆发出来了 我开始在力争上游 我这个人绝不是是过那样的人生 我应该可以怎样 我应该可以 所以我那时候爆发出来那种照片出来都比较强势 你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我的照片都是戴耳环 头发 俐落 短发 穿高跟鞋 然后拿公司把这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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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模式的 变化好大 人性也太戏剧化了吧 就在那个阶段很多社会上的女强人出来 我们也就跟着一窝蜂做女强人 那时候有什么代表性的人物吗 你不能这样讲 没有 我觉得现在还是很多 就是我们觉得说真的很 应该说很受景仰 很有能力的女性的领导人 就是在企业界或者媒体上有不少的女性强人 她们就是能够呼风唤雨 所以引起了我们的学习 然后就感觉做女人就是要这样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这些女强人怎么一个个离婚了 好像不是很开心 也不能说怪罪她们故意要离婚 也不能这样讲 而是说她们在拿捏上是不是有哪里 我也要引以为戒 引以为敬这样就开始在自我反思 所以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四十多岁 这样一直讲下去 我很亏 不会啊 这不是前两年的事而已吗 哎呦 佩珍 难怪我这么喜欢你 那我五十岁六十岁不能讲了 没有啊 我们就讲到四十岁 OK OK好 讲到四十多岁就好 没错没错 那四十多岁的时候 人就比较圆融了 成熟了 那孩子也慢慢长大了 夫妻关系也调得比较好了 这时候我就不会一把剑 一直指着我老公都是你的错 我开始会内省会反省 而且在那个阶段我也到美国去读硕士了 那眼界也开阔了 所以那时候才去美国念硕士 对对对等我两个孩子读到大学 大一两个都同时读大一 因为老大重考 所以两个都读大一 有一天我老公说 哎 你不是很想到美国读硕士吗 我说哎 是你讲的哦 你说的哦 我这个人是行动派 说了就做 马上就订机票 真的真的就去申请apply了 然后就真的去念书 所以我的人生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就是不要一直怪罪我老公 不要怪罪我儿子他们的牵绊 不要再说所有世界上男人都是讨厌鬼 不要再这样子 自己要扛起自己的责任 要做就不要怨 要怨 那你就不要做 没错 你的角色是做妈妈做女儿做太太 做职业妇女 在社会上是一个好公民等等 你就把责任扛起来吧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妈妈 大概大家会比较忠于 比较忠于自我了 可能不一定是说 我今天决定结婚 我就走入家庭 我就要放弃我的 生涯 职业生涯 对对对 我们可以脚步放慢上 我就这样讲 像我也是把自己的时间稍微做调整 对 把大部分的时间是给家里 但是留一点点时间是还是可以在职场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没错 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平衡 对 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他很难兼顾 所以我的处理方式是这样铺一条路 主线在走的时候 辅线就搭着来了 是这样 也就是说当我是一个小孩比较小的时候 我的家庭主妇的分量就多一点点 主线在走 那这时候我的工作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很出人头地 但是我在各种能力上的培养 让自己多接触等等 就这样再搭了 其实也是不断的在酝酿跟成长 对对对 那等孩子慢慢长大了 我就换我的生涯 所以我曾经是国中老师 然后再到报社的记者 然后报社记者以后我就变成报社的主编 我离开学校了 然后就变成搭着一条路到媒体来了 来了这就是你现在看到我了 然后慢慢报社离开以后 我就在电视台的工作 然后再搭一条路 到企业公司去上班当讲师 然后慢慢慢慢我就搭一条路 这个一般的讲师 我又搭一条国际演说家的一条路 就是一条路一直搭一直搭 那也就是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 怎么样把自己找回来 所以一路都在找自己 对 一路找自己 然后同时又可以把家庭雇得很好 然后也让老公没有怨言全力的支持你 我相信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股老师 欢迎回来 我想吴俊宇老师其实真的都跟我们一样 他虽然贵为两性专家 然后这个演说家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如果今天当一个妈妈帮自己打分数的时候 其实给自己的分数也是很严苛 对不对 你几分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如果打妈妈 我这个妈妈角色的分数 应该78分左右而已 那如果你在职场上你给自己打的分数 大概有95分 对 为什么我们当妈妈的时候 对自己都好严格 因为我有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因为在六岁以前 我们父母的角色是属于一个叫辅导员的方式 让他能够一个口里一个动作跟着做 那接着下来你的角色变教练 教练就要严格 软硬要监视 好 我们现在不要 好像我在访问你 应该是讲话 对啊 就是要跟你学啊 就是你怎么拿捏这个肩部 真的 所以书里面我就写了很多这种拿捏 这本书的特色就是专门在讲一个女性 如果在职场也好 婆媳关系也好 夫妻关系也好 亲子关系也好 自我成长关系也好 或者上班族关系也好 她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 怎么抓到一个平衡点 跟着情境 跟着年龄 跟着状况 要做一些取舍 对 那我们应该举例来讲 也就是说像有一个女士 她就觉得说 我工作上有机会 要让我去海外出差了 能够升迁了 薪水会加倍了 这时候到底去还是不去 这个就小孩又要考试了 对 怎么办 这种我们身边有朋友 面临到这样的抉择 所以那有时候就想说 那不公平啊 为什么男人你不辞职回来带小孩 我出去打拼啊 所以我就说对 你这样也没错 那你有没有跟你老公坐下来好好谈 有没有协调 他说找他谈有用吗 我说当然有用 一定要大家坐下来 所以后来他们家的协调方式 就是老公说 等儿子考上高中 一切都安定 也就是两年后 你愿意等吗 他说那我听懂了 老公说我的收入没你高 但是我至少是在台湾 我能稳定 如果两年后你能去 你目前可以偶尔出差的方式 那两年后你可以固定去 因为小孩安定 你觉得可以吗 然后他再去跟公司讨论 结果公司说OK 可以这样做 有一个弹性的应变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女性 再也不是说一二 不然就三四 不是这样 是可以弹性的调整 这个叫C型人生 可以回到原点再重新出发的 所以这个书上就很多这种弹性 应变处理更好这样 对就是说也不是说为了家庭 就要牺牲所有的一切 连自己的决定权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女性再也没有什么 叫委屈 没有了 你看我们的阿嬷那是真的很委屈 他们的世界就是走廚房 便宿 然后市场就没有了 真的是很委屈 那到我们妈妈 我的妈妈那一代 我妈妈就讲过 她说她好想去当老师 她有能力 她可以 可是我阿公一句话就让她没希望 她说我们家里不是没钱 你哪里就去做老师 因为她有钱的家庭 她嫁到有钱人家庭 就不能去抛头路面 所以她不能做决定 那到我这个时代 那谁决定 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自己负责任 所以我在改善我的生涯的时候 我老公有时候会说 为什么你又在变 你为什么又在变 很少老婆这样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他碰到老婆就是变来变去 你就是喜欢挑战 你也不安于一些现状 你一直想要突破 对 我曾经去做过测试 我一直发现我是一个学习型的人 终身学习的人 所以我会一直在学新的东西 学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老公正好跟我相反 他是从一而终的人 他的工作永远就是他的出版社 他从来没有变过 不想换 那我呢 老公不能换之外 我就尽量换各式各样的生活模式 所以就能够接触到很多人 体会到很多女性 当他们碰到一个节骨炎 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 怎么拿捏 所以我的书上很多就是 以退为进 以柔克刚 用这种方式去找到全方位的成功 其实像演艺圈里面 我就觉得像桃子杰跟李仁哥 他们是最好的一个范围的榜样 就是说桃子杰真的很忙很忙的时候 李仁哥是完全不接戏 就在家里顾小孩 就是互相可以 有时候是反过来 就是李仁哥去拍戏 桃子杰就可能把减少他的工作 对 这样是对的 因为互相互相嘛 成就你就是成就我 成就我也就是成就你 夫妻互相成就嘛 亲子之间要互相成就 那如果当然有一方实在是 就是应该是说 两方一定要有一方牺牲的话 我觉得你就应该是要 也是心甘情愿 不要怨言 那为什么可以心甘情愿 是因为互相有沟通 像我去美国读硕士 其实我老公刚开始是心忠忠 哇 你赶快去念书 我可以变成开心的单身汉 这样 我也糊里糊涂就 就apply到一个学校 我就跑到印第安那州去念书了 第一年去的时候他还说 你赶快去你赶快去 送飞机 你赶快出去 不要在家里啰啰嗦嗦 唠唠叨叨叨 那我们就去念书了 第二年他说你又要去啦 因为我的读法是分四年 一年读四个月 都是那个冬季的冬天 Winter the semester 你一个学期修几个学分 四年把它学完 但是是正式硕士学位 所以一月到四月底之间 我都在美国念书 然后分四年把它读完 第二年我要去 他说你又要去 我说我已经开始念了 不能这样太可惜了 他说好了好了你去 然后第三年他说 你如果又去你再给我看看 我说我已经读到这样了 怎么可以不去啊 然后第四年 头都洗一半了 对啊那要把它洗完 对对 第四年我要去 他说你给我记住 如果你回来你看看 那是他的一个企划 可是很不能够去协调这个部分 等到最后我回来了 他说你终于念完了 还要读博士 我说对啊 他说好啦好啦再说啦 后来读博士是我自己没去念 已经有在旧金山了 但是要四整年在那边读书 就对我来讲不方便 要整整在那边做博士研究 那就算了 暂时就改变我的生涯 目前这样我也能接受 意思就是说一个女生 她是有人生规划 她是有生涯发展 她是一个人才 她是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的 一个虔诚美景 再也不是一个家里角落的影子 一个赔钱货 对对对 所以要懂的 念书念到硕士 然后后来就是在家里 就是拖地也拖不好 煮饭也煮不好 然后觉得很自卑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女性这样这样 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 对对对 不要迁就于你家里面对你的看法 而是要问清楚自己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可以做什么 我做什么我会很开心快乐 而且很有成就感 而且我一直记得 是一个广告词吗 就是说有些事情 你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 我一直被这句话影响 就是觉得这些事情 有些事情就是要现在做 赶快做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代的女性其实是 不要说是别人耽误了我们 别人害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要这样想 自己扛起自己的责任 对 其实我现在还是会听到 有一些妈妈说 她受不下来 还不是因为 就是只会跟小孩说 还不是因为你 类似这样 那我都会跟这样的朋友说 其实受不下来不是因为小孩 因为其他人身完都瘦下来了 我知道你在讲谁 就是不能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去怪别人 然后或者是去抱怨老公说 就是因为嫁给你以后 我后来都不工作 你知道吗 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人生 有四种角色可以让你选 一个叫拯救者 拯救者的人就是什么都 我来 我来 我们很习惯看到这样的角色 是在我们的阿嬷 婆婆或者妈妈这个时代 很多拯救者又要做又要怨 对 拿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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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快事 不快乐的 有一种角色叫迫害者 你如果怎样 你给我记住有没有 那个很凶的 也有这种角色的人 是 那有一种就是受害者也不少 咱就拍命 咱就赌到 他就觉得自己太悲情了 太可怜了 那这都不快乐嘛 所以这三种角色 如果小孩碰到拯救者的妈妈爸爸 那这个孩子就变成很依赖 妈宝 就不好 也有爸宝 这样知道 那如果是迫害者 迫害者是很凶 那这小孩有可能 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我哪有不可能 大叛逆 我还有大叛逆 那这个还算好 有一种就是弄下去 很自卑的 我就不行 我就不好 所以这样把小孩就压垮了 还有一个受害者 那就把孩子拉在一起 就是咱都赌到 咱都拍照 那样也不好 小孩看不到自己的可能性 那我们希望不要这三个角色 对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第四个角色就叫做责任者 责任者就是你做了决定 你就自己负责任 所以当我转换工作开始的时候 那种有时候工作 比较辛苦 比较累的时候 老公都一句话就 能能的就丢过来 我就说好 我咬紧牙根做给你看 这不是你的选择吗 哎呦 对 他也没讲错 可是我们多么希望他说 老婆辛苦了 转换工作不简单 然后帮你扯扯背对不对 我帮你按按头 那你自己算的 你又是要怎么样 但后来我就弄懂 我把自己照顾好 对 也不再在乎说 你一定要对我怎么样 我反过来对他好 就说老公啊 要不是你这样一直泼冷水 我没有今天的成就 对 就像一个人得奖的时候 感谢那些看不起 曾经瞧不起我的人 所以让他成长了 反正能成长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 女人不要爱抱怨 不要对所有发生的事抱怨 就你愿意为自己所有的决定 你所做事承担责任 你就海过天空了 没错 好 就从不抱怨开始 你就先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 我觉得身为现代的媳妇 其实是真的非常幸福的 因为有很多的选择权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环境 对于女生来讲 是很有发展的空间 也不是像以往就是很 很制式化的就是觉得 女人一定要在家里相夫教子 才是好媳妇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媳妇 其实现在婆媳问题 还是一直存在着 对 婆媳的问题 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以前是婆婆最大 现在是媳妇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样讲 也就不少的婆婆 她会不能适应 这个时代里面 媳妇的角色在改变 确实有些媳妇她就真的很忙 以前的媳妇大部分就在家里 对 把我们祷告给 现在媳妇她要去上班 要养孙子什么的 所以有些婆婆就能体谅 她能够感谢 但有些婆婆就会觉得 怎么都这样子不在照顾 尤其婆婆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 媳妇星期六日 你为什么睡到中午 小孩也没照顾 她会觉得那是你不对 但是在我们辅导的时候 我都会跟她讲 你媳妇难得能好好睡 让她身体好好休息 你能做你就做 你不能做 你也就不要抱怨她 他们家自己会有所运转的 对 会想办法 好 那我们就讲回来 有一个婆婆 她就看到她的媳妇跟儿子 每天都没有好好的在宽家就对 哪走哪沿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拯救者 又迫害者又受害者 角色佼佼在一起 她就不快乐 后来她想通了 为什么要自己变成这样 让她不开心 她就跟她儿子打商量 现在这个房子让你们住 你就把你们要租房子的钱 给我用 两万块给我用 然后我自己去外面租一个套房 你这样知道吧 这婆婆搬出去租一个小套房 然后我要回来不回来 那我自然 很自然 对 但是我还有一万块 对不对 还有一些年金嘛 老人年金可以用 她说快乐的不得了 也不要去看小朋友没有东西吃 你搬离开 做一个小套房的地方 让自己开心就好 自由自在 对 所以媳妇的角色已经在变化中 所以很多婆婆也看懂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这个婆婆她就是很聪明的方法 她想到往后还有后面退休后的 这么长久时间该怎么过日子 于是乎退休后 她就去做房地产的工作 也赚了房子 都做得不错 但有一天她就想通了 我这样在干嘛 我那么辛苦干嘛 然后以后我也不需要我的 两个儿子来照顾等等 那她该怎么做 她就想通 因为她离了婚了 所以她就把所有她的家产 全部变卖掉 收集所有的钱就变成一大笔的 她的存款 有的做定存 有的做什么 反正她做了一些投资 然后有一笔钱她拿去养生村 这样子啊 她住到养生村里面 然后就是有车子进进出出嘛 她也很方便 她跟两个儿子讲说 老妈开始很忙了 忙着退休快乐过日子 你们要找我 请记得电话预约 这样子知道吧 然后母亲节的时候 她就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然后宣布老妈已经住进去了 以后你们都不用来照顾我 我的身体健康是我自己的事 这个是 好酷的妈妈 还没讲完 还没完 她一讲完的时候 那两个儿子说 妈不要这样 你来跟我们住 可是她看到那两个媳妇 不是也坐在旁边吗 对 他们两个都这样 你说 儿子说 妈来跟我们住的媳妇这样 松了一口气 好 因为妈妈已经做决定 也都处理好了嘛 媳妇也要装一下 最好说妈来啦 来啦 真的我们房间都帮你弄好了 对 对 但是这个妈妈就讲得很直白 这妈妈真的很理性 你这样做是对的啦 他不依赖小孩 因为我刚刚强调一句话 媳妇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媳妇兄弟姐妹也少了 她的能力也有限 她不可能照顾公婆 又照顾自己爸爸妈妈 所以通常就是媳妇 就是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 老公也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 现在已经有一种不成文法 你应该听过吧 慢慢慢慢再形成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都 因为现在是双新家庭 都有自己的这个经济的来源 所以我就当然照顾我自己家 那当然你就照顾自己家 就是这两边都要照顾 就像过年的时候 你包你的爸爸妈妈的红包 我包我爸爸妈妈的红包 对 你的穿着的事情你去烦恼 我的穿着的事情我来烦恼 然后你老爸老妈就归你自己管 就当然会看望 但是主责就是主要的责任 大家规划清楚 不像我那一代 我们这一代还很多事 家里如果公婆有事 是掌媳的事 或者是媳妇的事 那那些男人都凉凉 都是说 好像有关 你要照顾应该是你 所以造成很多 媳妇就会心里压力很大 所以现在男人他也要懂得 要扛起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现在这个变化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这一辈的媳妇 就是有生儿子的 我们这一群以后未来可能会当婆婆的人 我们也都觉得以后不会想要跟媳妇坐在一起 大家都是觉得说为什么要给大家压力 我们就太开心心的自己过就好了 比较有自觉了 因为社会变迁 家庭结构在变迁 所以人际关系也在变迁 你适应得快 接受得快 你自求多福 你就开心多了 对 我觉得现在的转变这样是蛮好 但因为对于很多长辈都还是比较属于很传统的 那还是说我就一个儿子 你就是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其实对这样的媳妇 其实压力也还是蛮大的 所以像 这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男士他就做得很好 他就跟他老婆讲 就是我爸爸我妈妈都住到我这里 因为本来他爸爸妈妈是一下住弟弟那边 一下住妹妹那边 后来他觉得这样老人家来来去去年纪大了也不宜 就干脆说通通来我们家 因为他们在比较乡村一点有大的院子等等 老人家出去活动都方便 然后他讲了一句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话 他说老婆照顾我爸爸妈妈是我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你还是过你的日子 你能做多少做多少 但我能做我会做 然后他请了一个非佣 就是有一个外佣 来照顾他的爸爸妈妈 因为其中一个失智一个也年纪大了 反正就是说他就固定有一个人一定会在家 那个是外佣 然后就不要把那个老婆绑在那里 很多家里是把老婆绑在家里 然后照顾老人家 每天眼睛一张开 而且有些如果老人家失智的时候太可爱了 你把我钱拿下去 你把我戳下去 你把我拿出来 你是小偷 你如果来我们家戳 你来我们家戳 他把你忘掉了 这个真的是让媳妇太痛苦了 所以我觉得说做一个有智慧的老公 要疼惜自己的老婆 你对老妻好一点 将来说不定他对你好一点点 我是说互相 所以我觉得那个男士 这是一位退休的校长 他这样在讲给你 我说你真是太棒 大家要跟你学 很有guts 这样知道 他说对啊 假日的时候 有时候外佣在照顾两个老人家 他跟老婆说走 我们出去宜兰玩 我们去哪里玩 这样多好 还是有放松的时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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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对了 这才是有一种有品质的生活 对 那至于他的弟弟或妹妹 他说你们有空要来 如果我们有事要去哪里 我们就约 请你们来这边看看 来照顾一下 就这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 有智慧的方法 所以现在的女人就是要用 自己可以解决的方式 去协调好这些关系 没错 而且其实 我觉得现在的 应该说现代的婆婆 现代的这个媳妇 其实都很能接受 各式各样的意见 对 导致男人还在调整中 他们还没有办法习惯 他们还没有弄懂 到底发生了 怎么世界已经改变 他都还不知道 但我们女人也责无旁贷 要好好跟老公好好沟通协调 真的压力受不了就要讲 有一位太太就跟我讲 她说她退休了 所以老公都认为说 那你退休你就照顾我妈妈 她受不了了 因为那个精神的感觉压力太大 她就终于有一天就跟她老公说 现在应该轮你一下 结果老公一开始轮才发现说 我的老妈这么难搞定 半年后就胃溃疡了 因为一边吃饭一边要被骂 因为失智的老人家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让她痛苦 她才知道老婆的辛苦 才知道说老婆你出去放松 她会讲 不然以前都怪老婆 妈妈这样你忍耐一下 不是忍耐一下的问题 自己都忍不下去了 对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 应该说很多的生活的方式 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选择一种 比较轻松有品质的方式来过 因为我觉得这跟 你说孝不孝顺 这已经是另外一个 另外的面向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让彼此都有一个 很好的空间 简单的讲 就是放彼此自由 待会有空我们来谈 什么叫人际关系 女人怎么样放彼此自由 好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先放你们 欢迎回来 记得那个握虎长龙 你木柏说手握紧 你什么都没有 你手放开你拥有一切 有没有 所以什么叫做 什么时候要放 什么时候要抓 要怎么掌握 女人在人生里面 真的在拿捏 比男生比较灵巧一点 因为从小就在看人家 眼色长大 她就知道说 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 什么时候应该离开位置 等等 很懂事 那我们现在讲回来 就是一个女人 慢慢慢慢成长 很多的责任负担的 差不多阶段 一定要放自己自由 那我的自由感 要很感谢我媳妇 因为她来到我们家以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要放彼此自由 我以前的角色 就传统的婆婆角色 就说六日 来我们来吃一些好吃 大家来做点吃饭 你看我们很老的 你看孩子 孙子 他很开心 后来我发现不对 那你约搭来 现在是你组还是你 我煮啊 然后就大家弄啊 可是不好 太约束 而且我常常说 我们一个礼拜 就要约一次吃饭 这样也不对 都不对 后来我的媳妇 常常一句话 她在讲 我慢慢听懂 妈 你去做你的事 这句话很大的哲学 你不要小看这句话 连我的两个孙子 也常跟我讲 阿嬷 你去做你要做的事 就是说你就放自己自由吧 那后来我才弄懂说 这样很棒 慢慢的我的老公也说 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就好了嘛 你到底有多少事要做 对 就是不知不觉 女人会悄悄悄悄悄悄 把很多角色的压力给自己 所以我就认为说 我应该煮这顿饭 我应该买这些菜 我应该照顾大家 现在不用了 没有 对 现在就是 母亲节我们再一起来 吃一吃 就好了嘛 一些节日 或是有一些 譬如说固定的家庭聚会 或者生日 谁的生日可以 那我现在就会学到 你看六日多快乐 如果有演讲 那很开心 演讲是对我来讲 很开心的事 那没有演讲 我就会去森林公园运动 然后接着吃好吃的中餐 但自己一个人自己很快乐 然后再到电影院去看个好电影 我超爱看电影 一个礼拜看至少三场电影 好厉害 而且那种电影 看了就是让自己有成长 有学习 有眼界开阔 人一生有四个要自由 我已经学到了 第一个自由 就是身体要自由 要让自己健康 把自己照顾的很 身体是感受到是自由的 第二个人际关系的自由 所以我花了好多年 才跟老公的关系自由了 以前都是走到哪里 要绑在一起 然后看电影 要一起看 现在不用我都一个人看 他不看更好 不要来吵我 他看他的我看我的 这OK的 那人际关系里面 譬如说包括跟我的 还有朋友 姐妹涛 对对对 我的亲戚 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我的媳妇 父 儿子 孙子 我们就没有一定要绑在一起 那我跟自己 人际关系就free 很开心 回到家 大家又见面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 财富的自由 就是我们也花的不多 能够用多少 也就这样很开心 够用 再来就是心灵的自由 前面三个有 心灵就放自由了 所谓的心灵自由就是不要被一些事情 感觉自己好像没做对 没做够 没做好 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开心就好 就是这样 对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自由 你的财富不自由 你心灵很难自由 很难自由 所以前面很努力的 那么多年慢慢做到 所以现在就在放心灵自由 放心灵自由就是 我自己想做什么 要阅读 要交朋友 要做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跟媳妇互动的过程中 学到说 要放自己自由 很开心 我觉得 现在的年轻这一辈的 你们这一代的媳妇 这一代的女性 都好聪明 又有能力 又能赚钱 又能搞定旁边所有的人 像我们这些婆婆都被你们搞定 一定要的 你讲的有点勉强 一定要搞定婆婆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就是以婆婆 就是我们上一代的长辈 真的是给自己的压力 特别的大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媳妇 是比较 没那么给自己大的压力 就会觉得说 能不能随性一点 然后大家自由自在一点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 给自己彼此很多的空间 对 所以在 就是什么家庭聚会的安排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 其实晚辈还是要主动 有 要关心 不要说每次都和婆婆来交 要约吗 什么 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 我们 适当的给婆婆自由 还是要很主动的问候 对 邀请 对 你就是难怪台湾好 欺负待人 你好婆婆 我们两个又来 互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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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讲对了 其实我们做婆婆 或者做长辈的 也很喜欢我们的晚辈 懂得说 妈你好吗 或者我请你吃饭 我陪你去什么 这样很好 而且就邀请她就是说 要不要带小朋友出去玩 对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婆婆 会给自己压力很大 说那我帮你顾 你去忙 对 没有妈 其实你是 你只是来陪小孩 或者你跟小孩玩 让小孩陪你 有些妈妈去到媳妇家 等媳妇回来说 哎呦 那东西都宽了 怎么变了 就她会路来路去 闯来闯去 闯来闯去 然后走出去门之前说 你家里都没收 这个压力大 明明就已经做了那么多 然后出去绕了一句话 又让媳妇难过 所以有时候媳妇来 请婆婆来帮忙 就照顾小孩 就是玩就好了 对啦 不要 那个其他都是要 眼不见为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你这给现在婆婆 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一定要 那我个人就是针对媳妇 我就觉得现在媳妇很幸福 对 都有很开明的婆婆 给媳妇很大的自由的空间 可是反过来我觉得晚辈 就是要比较主动一点 对啦 至少把我们看在眼中 我们这一代的这个婆婆 就比较三明治婆婆 上面如果有公婆要照顾 是很用力的 然后下面有那个儿女媳妇 我们又很用力 然后要帮忙照顾孙子 所以就会让自己夹 夹性饼这样很压力大 其实要放开来放开来 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就是放手 然后让自己去追求自己 真的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对 那因为很多妈妈 是真的跟社会脱节了 她可能朋友也不多 就是几个可能姐妹或亲戚 对 圈子很小 尽量开阔 趁现在都还来得及 吃喝玩乐开心玩吧 对啊 我觉得这样享乐 不是很好吗 我每次也是跟我妈妈说 就是出去学什么都好啊 学街舞 妈妈学街舞 不是头转的那一种 所以很安全 对 反正就是找到各式各样 不同的人生去体验 对 所以我觉得说很棒 像有一个妈妈也做得不错 她就是白天 不是在邮局当志工 就是到医院当志工 她每天也开开心心过来 这样不是很好吗 在帮助别人 心里面也很富足 很踏实 其实真的想想起来 女人的一辈子不是都是说 全部就奉献给家庭孩子 那感觉有委屈有压抑 你要做自己 就是用女人的方式 来赢到你自己满意的一生 对 这才是 应该是全赢的局面 对 然后我也觉得说 再怎么样成事业 再怎么样成功 都没有家庭温暖来得重要 对 所以家庭还是第一最故好 然后家庭都很好完美 然后我们来追求自己 个人的一些成就 对啊 这不是很棒吗 有一个支撑力 来鼓励你往前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女性都要看的这个书 就是这个 用你自己的方式 然后用你的能力 用你最以柔克刚的方式 来引到一切 你想要得到的 听讲的好像很恐怖 对啊 重点是这些 都是生活上的智慧 是 那重点是要追求 就是家庭的和谐 所以有些人看到我 都是不是说 用女人 那男人怎么样 其实我们不是要对抗男人 我们是要怎么样在 知己知彼 百爱百胜 不是百战 我不要战 百爱百胜的原则下 来和谐的去处理 周边的所有的问题 绝对可以做得到 一定可以 今天真的太感谢 娟姻老师的分享了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生活快通 下一次见 拜拜 谢谢